好,这一题是我们 许玲哥Equation最后一个例子的 无线未能紧 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 你就先听我说 然后来解释这个题目 这个这样整个画面 就是一个题目的解答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题型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 叫做一个叫做 无线未能紧的题目 所谓的无线未能紧呢 就是说它呢 基本上就像一个紧 OK 但是它这两边的这个boundary呢 边界部分的话 它的potential就是一个无穷大的 所以也就是我们所称的 一个叫做无线未能紧的题目 像我们上个礼拜的话 就是叫做step,对不对 如果有一个台阶的话 就叫做step potential 那这个的话是一个无线未能紧 两边的potential都是一个无穷大的 那这个题目呢 它现在设计的范围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它的宽度呢 是从负的二分之A到正的二分之A 总共长度是A OK,你要知道 好,那再来 这个题目呢 它还有一个技巧 它取了一个对称的形状 就这个potential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对称的 也就是说呢 它的未能紧是设定在负二分之A跟二分之A 然后呢 是对称 在从这个圆点这边开始 是对称的一个形状 那这样子的话 等一下会有一个优势 等一下我们再讲 好 那么题目如果是画图给你看的话 你要知道它在写什么 如果它没有画图的话 如果用文字来写的话 你也要知道你怎么画图 好,OK 好,那么如果是从这张图的话 我们要来看文字的描述的话 是怎么写的 它会告诉你说 在AKS 如果你的AKS是小于负二分之A 也就是在左半部这整片的话 好 整片的话 你的potential都属于无穷大的 OK,然后呢 再来也是了 如果你的AKS是大于二分之A 右半部的这一块 整片的话 它也都是属于无穷大的 只有在负二分之A跟二分之A的时候 这个potential才是零的 可以吗 好 好,你要画 你要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第一个 你都还没有解之前 你一定要先知道 你画出来的一个VFunction 会变成什么样的形状 第一个 左边跟右边的话 都是属于一个无穷大的未能景 所以有没有几率可以穿睡过去 没有,对不对 所以你画出来的一个VFunction 一定 或是几率 一定不可能在右半边或左半边的时候 会有几率穿睡过去的 可以吗 你之前会有几率穿睡过去 是因为 你是不是一个step 对不对 你这边的未能景不是无穷大 所以呢 你画出来的话 你会有几率可以穿睡过去 可不可以 这像上礼拜跟前礼拜的话 都是这样讲的 对不对 可是今天这个题目的话 是左边跟右边 这两边的未能景都是无穷大的 那你要知道 这绝对是没有机会过去的了 除非你还有一个step OK 或是一个正方形的这样子的一个未能景 不是无穷大的时候 你才会有这个几率 这是上礼拜我们讲的类型 对不对 那跟这个礼拜的题目又不太一样了 现在是完全无穷大 是完全不会穿睡过去的一个题目的了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 如果这个题目出来了 你要怎么解 基本上呢 你要解题的话 一定就是有这三个步骤 V C D 这三个步骤 不管是什么类型 到最后你都会统归于 就这三个类型 第一个 你一定要会写出你的 Timed Independent 的Sheddinger Equation 就是我们笔记 一直上课 所简称的叫做TISE的 时间那个独立的一个Sheddinger Equation OK 好 所以第一步骤 你不管呢 你现在总结这个题目的话 我就告诉你说 不管什么类型的话 你就是这三步骤 那第一步骤的话 就是你一定要会写出 你的Sheddinger Equation下来 那现在的话呢 因为是不是两边的未能景 都是属于无穷大的 所以这边 左边跟左边的话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几率 会有V Ft存在 对不对 所以那边两边的话 也就不是我们 有感兴趣的区域了 我们现在只有 想要解 负二分之A 到二分之A之间的V Ft 因为刚才我已经跟你讲过 这两边都是属于无穷大 所以绝对是没有几率 会有V Ft可以过去的 对不对 既然都没有V Ft可以过去的话 我们这两边就先 就不用再去考虑写 Sheddinger Equation了 因为你解出来的 这个V Ft会等于零嘛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 就直接写 这个负二分之A 跟二分之A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吗 好 那么如果是要解 这个部分的话 你还是一样照 你的这个Sheddinger Equation 写下来 对不对 你的负H8平方 除以2M 然后V Ft除以两次方 然后V的5 Y等于你这个E 那个V Ft 对不对 好 今天的话是不是 在中间这个区域 V是不是等于零 是不是 所以你这个区域 是不是又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题目 就变得很简单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里的两次微分 会等于一次 的方程式 的方程式 OK 那么这样子的解法 起来的话 你用你的应用数学 你就可以解出 你的微方程式 要不就是 I Exponential的IKS 要不就是 Exponential的负IKS 如果你没有感觉 这答案是这样子的话 我先问你一件事情 第一个 你要是不知道 你的答案对不对 你先自己检测一下 在中间这个区域的话 因为V比较小 V等于零 对不对 所以你在中间 你能够存在的微方程 是Decade 还是Sign-Bow 你就这样想就可以了 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呢 两边都是无穷大的话 你中间 如果有一个particle 你的能量是等于1的话 你的能量大过于 你的微能 对不对 所以你是Decade 还是一个Sign-Cosin波 哪一种 Decade吗 是吗 不是对不对 是什么 Sign-Cosin 是不是 所以如果是Sign-Cosin的话 你的Exponential上面 要不要有I 要不要 要 OK 所以你这边一定要小心 你一定要写I OK 那再复习一下 如果上礼拜的题目的话 我们上礼拜讲说 好 对不对 然后你的particle 是不是E 在中间区域 是不是你大过你的V 对不对 所以你中间写的区域的V function 是Sign还是Decade 你的V 这个我橘色化的就是你的Potential 对不对 你中间区域的话 是不是你的动能大过你的微能 所以你的中间的这个V function 是Sign还是Decade的波 Sign 对 所以你写出来的答案 是不是要有I 还是不要有I 要有I的 对不对 好你IKS嘛 是不是 这样子类似的组合 那但是左边跟右边呢 你注意看 你的V 你的微能景 你的微能 是不是大过你的动能 所以你是Decade的波 还是一个Sign Cosin的波 Decade的波 对不对 如果是Decade的波的话 你是要有I 还是不能I 不能I 所以你到处的答案 是不是只有负KS 这样子的形式 那这半遍的话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你是不是也是动能小云的微能 所以也是一样怎么样 Decade的波 对不对 所以你的答案一定是什么 KS的波 就不能有I 你就用这种基本的检测方法 你就大概可以知道 你写出来的答案 到底对不对了 OK 你在还没有搞这些什么系数之前 你至少要先把你的微方许 写对的形式吧 这中间的话 因为它微能都大过于 动能都大过于它的微能 所以中间绝对不是一个Decade的波 绝对是Sign Cosin存在的波 或是Exponential的IKS 或是Exponential的FuIKS 存在的波 可以这样检测 你可以用这样子试试看 好 这是通则 就是你 已经讲那么多题目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检测 你也可以去检测你的答案 是不是写对的 应该都没有问题的 好 但是呢 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要 我们不喜欢写Exponential的I 跟Exponential的FuI 而喜欢写Sign跟Cosin呢 因为最基本的话 是因为 这一个波是不是都会困住在这里面 对 只要是困住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基本上都是写Sign Cosin的波 什么时候会写Exponential呢 Exponential的话就代表是说 你这边的话可以让它自由跑动 像一个行进波这样子 无穷大的走动 好 这边就一直让它走 一直让它走 一直让它走 它没有一个范围限制的时候 我们都喜欢用行进波Exponential来存在 你看 所以你可以基本上去check一下你的Data 你之前那些几个类型 像你看 像之前用一个Step的Potential题目的话 左半边跟右半边 是不是它们的例子 只要能够穿睡过去 我都已经没有一个范围限制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喜欢用Exponential的形式来写 那如果说像这个题目的话 因为它有困住一个紧 那基本上这种的话 答案我们都喜欢写SignCosin OK 但是这两个实际上是 可以相通的 可以合并起来变成这个类型的 可以吗 好 那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呢 继续 好 这是第一个步骤 就是只要看到 看到一个题目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一定要先写会 要会写它的shading equation写下来 那第二个开始要解了 对不对 要解的话 一定是要用你的边界条件 boundary的condition OK 这个VC就是我们一直上课写的 boundary的condition 边界条件写下来 好 像这个题目的话 它有什么边界条件 OK 你是不是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区 对不对 不管你就是有分为三区 是不是 你一定什么叫边界 边界的话就是第一区跟第二区 这个边界 以及第二区跟第三区这个边界 OK 你一定要遵守这两个边界的条件 可以哈 那它们两个有什么边界条件呢 就是最基本的就是 因为呢 我这边左边右边的话 都是无穷大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我的波函数 是不可能会存 会有几率到第一区 以及到第三区去的 对不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我的位方讯呢 或是我的i根方讯呢 在二分之a这个位置 或者是在负二分之a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马上要变成等于零了 可以吗 因为刚才凯给你讲说 这边的话 位方讯是不是 马上就变成等于零了 对不对 第三区的话 是不是也要变成等于零 因为它们都是无穷大的嘛 所以不可能有机会过去嘛 所以是位方讯 一定都要存在在第二区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的边界条件 就是在这两个边界的时候 就马上要等于位方讯 就要等于多少 零 可以吗 这是最基本的两个边界条件 如果是它边界条件 如果是带二分之a要等于零的时候 你把它写上去 ak是带二分之a 对不对 然后这里是带二分之a 所以你就是有a sin 二分之k 加b cos 二分之k要等于零 然后呢 这里是负二分之a 对不对 sine的如果是负的话 sine的负二分之k a 是不是相当于是等于负的 sine k a 二分之k a 对不对 然后cos负的话 是不是等于正的cos 所以这里又不会变了 对不对 只有插在这里有个负号 是不是 ok 那呢 再来呢 你就把这两个式子怎么样 相加 好 我如果把它相加之后 这个a跟负位色就不见了 然后只剩下两倍的b 就是这一个第四条式子 对不对 如果这两个式子怎么样 相减 b就不见了 a就变两倍的a sin 二分之k 是不是 好 你就写下了这两个式子 ok 好了 第一步 第一个equation 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 解boundary condition 对不对 第三步 第三步 就是要怎么样 开始要解答了 第三步 基本上就是要 开始解答 解什么 解你的 eigenfunction and eigenvalue 这两个解答 你的解 你就是要 你为什么要解 讯第一个equation 你的目的就是要解出 它的 eigenfunction 或者是 eigenvalue 对不对 所以第三步 也就是最后一个步骤 你一定要赶快找出 你要的 eigenfunction and eigenvalue 可以吗 你可以试着 我这样子 帮你这样整理的方法 你去再一次的 演练过 你上几个礼拜的 那个练习题 反正第一步 一定是把 确定各一块 学下来 第二步 利用boundary condition 去解 有什么样的关系 第四写下来 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就开始 要去解你的 eigenfunction and eigenvalue 好 那么我们开始要解了 对不对 如果要解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 是不是有两个式子 对不对 第三式跟第四式 对不对 如果是第三个式子的话 a sin ka 除以2 等于0 对不对 这个a是常数项嘛 我们令它 就是a不等于0的时候 但是这个第三个式子的时候 是b不见了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是第三式嘛 第三式的话 是不是等于sin的2分之k 等于0 好 就是这个式子嘛 对不对 好 这个式子要等于0的话 你的sin2分之k 是不是一定要等于2分之m 而且这个n 是不是要等于2倍 4倍 6倍 才会让这个sin等于0 如果太快的话 你这样想好了 sin0 sin pi 是等于多少 sin pi就等于180度 对不对 等于多少 0 OK 所以的话 你这边一定要等于pi嘛 所以等于pi的话 这里就等于多少 2 从2 4 6 这样开始写 可不可以 好 再来 所以呢 你这一个 如果你的n 是等于2 的话呢 就n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看你这个2消掉 然后k 就等于多少 是把这个a 除下来 就等于n pi 除以a 可以吗 然后呢 这个n呢 的解答 是属于 sin波的解答 对不对 sin波的解答 是不是属于 基函数 的解答 我们简称叫做 adict solution 就是基函数 基函数是谁 就是sin 叫基函数 可以吗 好 你会说 有个问题 为什么不要 从0开始写 ok m为什么不要 从0 好 你看 我0的话 是不是等于0 对不对 为什么不要 从0开始写 如果从0开始写 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从0开始写的话 这个m是就从0开始 对不对 从0开始的话 这个k就等于多少 0 k如果等于0的话 你等一下会发生一个问题 k如果等于0的话 这个是常数 对不对 质量也是常数 就代表你的i跟value 或是你的energy 要等于多少 0 意思就是什么 你里面根本就没有particle 因为它没有能量 是不是 所以等一下你会告诉你自己说 这个k不能从0开始的 因为从0开始会有问题 就是particle就是没有能量 没有能量的particle 我们不是我们要解的答案 ok 好 再来 ok 第二个case的话呢 就是 好 第二个case的话 就是这个 第四个式子 ok 好 第四个式子呢 你看一下 第四个式子的话 就是cos的二分之 ka等于0 对不对 如果你要让cos等于0的话 cos就必须要等于 180度还是90度 90度 90度就等于多少 是不是二分之π 好 你先用最简单的来试试看好了 是不是cos一定要等于二分之π 那如果cos二分之π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你这后面的这个二分之kπ 这个n要从哪里开始 是不是从1开始 就是1 3 5 这样下去 你试试看 如果等于二的话 就不行了 对不对 如果等于二的话 带进去 是不是就除掉了 cosπ cosπ 是等于-1 对不对 所以cos 一定要从技术 1 3 5 这样子解下来 好 这才能够 才能够令 这个cos的二分之k a 都会等于0 好 如果你令了 这个 1 3 5 这样下来的话 这个2跟2 不见了不见了 对不对 你把a除下来 所以k是不是就等于a分之nπ OK 那么这个n呢 是等于1 3 5 对不对 1 3 5的话呢 的解答 是属于这个cosine的解答 我们也会简称叫做是 偶函数的解答 好 这个n是属于偶函数的解答 好 并不是说它是偶数 因为它都是1 3 5 是基数 对不对 可是它是属于偶函数的解答 好 可以吗 好 再来 我们把 因为这个cos1也是你的解答 cos2也是你的解答 我们把这两个解答 整理一下 好 也就是说 这个kn呢 等于nπ 除以a n等于1 3 5 好 以及呢 这个km呢 等于nπ 除以a m等于2 4 6 这两个 都是你的解答 你把它合并 为一个解答 把它合并的时候呢 你看我把它合并了 合并之后 我可不可以另一个k 就等于nπ 除以a 然后这个n 这个n 小心哦 这个n就是包括了 你的1 3 5 以及2 4 6 也就是把1 2 3 4 5 6 7 全部都包括进来的整数 可不可以这样子 好 因为本来我是分开的嘛 对不对 我现在把它合并之后 我是不是就等于k 全部的答案 就等于一个nπ 除以a 这时候的n呢 就是全部都包了 1 3 5 2 4 6 全部都包 就是1 2 3 4 5 6 全部都包下来 可以吗 好 那如果可以的话 你的k 当初的话 就是什么 你当初在解 你的那个shading equation的时候 你这个k 你会令 它 是等于一个 2 2 2 1 开根号 除以h8的 这个可以看一下 之前的一个 笔记 好了 你今天这个 这边 等于右边 那么你把它整理一下 中间这个就不要看了 对不对 你就可以求出你要的答案出来了 i 跟 value 出来了 energy energy的话 就等于什么 这个乘上来 这个乘上来的 开根 开平方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n平方 pi平方 h8平方 然后呢 再除以这个a平方 把这个nm除过来 所以你就会整理出这样子的式子 好 你这个式子呢 自己回去再check看看 有没有问题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你写到 你算到很熟的话 你大概就知道 会把这个式子 就很熟了 但是你要注意 你不能熟到 如果我编一个题目 你就写错了 你注意这个题目 你会发现到说 为什么你又算其他类型的时候 你的答案又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你要做一个check一下 这个题目 是基于 这个无限位能景的宽度 是等于多少 a 对不对 所以 你会有一个 2m的a平方在这里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今天如果把题目变了 我变怎么样呢 我把题目变成 我今天如果这个宽度 是从负a 到正a的话 那么这个宽度就变成多少a 2a 是不是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check一下 你的答案 本来的a 就要带多少 2a 是不是 所以你的解答就变成多少 22的4 42的8 所以你的答案又变成8ma平方 π平方 n平方 π平方 h8平方了 是不是 这样会不会 所以你要小心哦 你要看一下题目到底是 多少的边长 那你这个 你这个本来的a 就要带后来的是多少 要小心 ok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你先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 这个下来之后 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呢 你的解答 是从1234开始 对不对 1的话 如果我从1的 带进去的话 1是不是最小的一个值 对不对 1带进去的话 你的答案就是 等于π平方 h8平方 除以22a平方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最低 最低最低的能量 是不是 这个有时候 我们会称为叫做什么 0.0 energy 0点 0点能量 0 point energy 什么 如果人家考名词 考一个名词 告诉你说 什么叫做 0 point energy 如果我要你写 如果我要你考一个 解释名词的话 就是说 请你写下 无限位能景 的 0点 能量 你就是要推推推推推出 这个答案出来 这样不会 你懂了吗 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我的意思是说 我如果考 我如果问你说 好 请你写下 无限位能景的 0点能量的话 你就是推推推推出 这个EI 就是你的答案了 E1 对不对 什么叫0点 所谓的0点不是说 它一定是等于0 它的0点就是说 最低能量 意思就是说 你的是 The lowest energy OK 就是说 在这个题目当中的 最低能量是多少 那最低的话 是不是从1开始 对不对 好 这1带进去 就这样子了 然后呢 如果是1的话呢 就是你看你画图的话 1就最低的能量了 对不对 我如果画一个位能景 是白色的话 那么最低能量 就是这个E1 OK 可以吗 好 那E1呢 对应的 就是 一个助波 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是E2呢 E2的话 就是把N带 2带进去了 对不对 那2带进去的话 是跟E 是不是差在这里 对不对 差在N平方 所以 如果你N带1的话 是等于1 如果你N带2的话呢 就差了 全部都跟 全部都跟你这个 最低能量是一样 差在这个 正比于这个N平方 对不对 所以你的 如果是E2的话呢 你的答案呢 会是四倍的 最低能量 所以你的E1这么低 你的E2的话 就是要等于 四倍的能量E2 在这里 OK 那么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第三能量的话呢 第二高的能量的话 第一 第二 第三 好 N等于3的话呢 就等于9倍的 最低能量 所以你画图就是要大 1倍 2倍 3倍 4倍 5倍 6倍 7倍 8倍 9倍 好 9倍 就在E3 就在这里 所以大概有这样子的分布图 可以吗 好 那 然后我如果要你画 微方讯 你就是画这个蓝色的 微方讯 就可以了 可以吗 这就是我们剩下来的最后一个 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无限微能景的题目了 好 休息一下 好了 休息完之后 我们就进入 清原子 上一堂课 已经把 旋律课询解完了 对不对 这一课就开始呢 就开始要进入新一个章节 要开始解 清原子 清原子有什么特色 第一个 它是三维的 对不对 第二个 它是球坐标 是不是 我们刚才解的是不是 是不是一维的 或是 三维的话 也是SYZ的坐标 对不对 所以这个章节开始的话 我们就变成是三维的题目 以及是用球坐标来表示的一个微方讯 你懂我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 之前我们讲的这个微方讯 都是属于SYZ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之前举的那些题目 都是只有S 对不对 根本都没讲到Y跟Z 实际上它都可以变成Y跟Z 两个独立的 三个独立出来的题目 那如果考这种三维的应该会算吧 我意思说箱子 好 我举个例子好了 如果箱子的话 我如果跟你讲说 这个无穷大的箱子 然后呢 它是三维的题目 应该没问题吧 你只要怎么样 你只要把刚才的那个energy 你是不是把你的S方向的energy 跟Y方向的怎么样 加起来就可以了 你独立算 没关系 我如果跟你讲说 X方向的箱子是 只有边长是A 那么Y方向的箱子呢 是2A 那么 Z方向的方向的话 如果又简单一点的话 叫做也是2A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把个别的能量相加就可以了 OK 那么V方形怎么办 V方形的话 就是你要个别怎么样 相乘 OK 那就可以了 因为 你的S跟Y跟Z 这三个V方形 要相乘 要有couple在一起 要独立出来 当初它们两 当初它们三个是独立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要把它们算起来的话 就是相乘 这样就可以了 红我可应该有 你去找一个题目 试试看三维的 好了 那么我们在这之前 在上一堂课之前的话 你解的都是XYZ的坐标 是不是 那么 这个章节开始的话 就是氢原子的 氢原子有什么特色 第一个 它一定是三维的嘛 对不对 它没有氢原子 是扁扁的一个点的 是不是 它一定是一个三维的 一个影像 或是一个题目了 第二个 它也不是一个SYZ 可以表示 对不对 你反而是要把这个SYZ的坐标 怎么办 你要换成球坐标 有没有 电磁学是不是都是要算球坐标 因为你的电荷 是不是也是球坐标的 所以就是意思要变成什么 R SIDA FI 所以我们这个章节开始 就是你要处理这两个问题 三维的 以及 你要变成球坐标 然后在三维的话还不打紧 你现在这个氢原子的话 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原子核 然后有一个电子绕着它走 对不对 所以你的质量也没有那么单纯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三维之前呢 你一定要先把这两个 一个电子跟原子核呢 一个小电子跟原子核呢 你要把它变成一个 缩减质量 NU来表示的三维 这样大概有一个影像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章节要干嘛呢 你要把这个电子跟原子核 把它用一个缩减质量来表示 的一个Shading Equation 然后这个Shading Equation呢 是三维的 以及是用RC打翻译来表示的坐标 那你就知道我们这个章节 是要做什么事情的 可以吗 就是在讲这之前 你先要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我们氢原子 的一个坐标系的题目 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氢原子的这个model 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跟解决方法 OK来看一下第九章 第九章呢最主要的目的呢 它就是要讲一个类似一个电子的一个原子 或者是说简单而言 就是像一个氢原子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题目的类型 好你先听我说 我们等一下那边才可以留着让你写 好先听我说 第一个 这一种类型的题目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处理的 就是说 OK 有一个电子 然后有一个原子核 那么呢 电子是绕着这个原子核在跑的 OK 那么这种题目的话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 本来是有一个电子是绕着原子核 这样子 这样在跑的 那么这种处理的方法呢 因为本来这个原子核的质量也是很重的 对不对 然后绕着这个 电子绕着这个质量蛮重的一个原子核 在跑的时候呢 你基本上可以用一个 用一个缩减质量来表示 这一个呢 是绕着一个质点 然后这样在跑的一个运动 OK 这是在你力学的时候 就是在学的这个缩减质量 也就是说这样子的类型的题目呢 你基本上是可以用这样子处理 就是说 这个原子核是一个禁止的 OK 然后呢 电子呢 是绕着这个原子核在跑 但是呢 它的质量呢 就变成是一个缩减质量的形式在跑 OK 那缩减质量的方法呢 就是在你力学的时候 有跟你讲过说 就像当于是你电子的导数分之一 再加上你原子核质量导数分之一的关系 好 那么这个题目呢 如果你大概知道说 你就是有一个质点 对不对 然后一个缩减质量 绕着这个质点在跑 OK 这就是质点 那么如果对于薛定格以亏许而言呢 本来 本来你还没有用缩减质量的概念 去处理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一个原子核跟一个电子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本来你的薛定格以亏许呢 是有一个电子的质量 OK 然后有一个原子核 对不对 然后电子跟原子核之间的距离 是 这个 电子跟原子核之间的距离 就是这样子的相减的关系 就等于你们这个整个系统的 total的energy 是不是 那么呢 其中呢 我如果把他们用一个缩减质量的概念的话呢 那么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缩减质量呢 就是绕着一个绕着这个直心呢 以一个rcm的一个距离在运动 那你利用缩减质量的概念 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这个缩减质量绕着这个直心在跑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半径呢 就相当于是你们两个之间的质量相加 然后呢 用直 用直心的概念来处理 好 那么直心的一个动量呢 也就相当于是一个你的电子的动量加上你的原子核的动量 这些都是你已知的嘛 就是说你已经知道的这个力学的关系的话 那么直心的质量呢 就相当于是你两个质量的相加 那么你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呢 现在就是一个r 小m-r大m的关系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本来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两个题目 而且两个系统就是一个 质量是 是小m电子 那么这个原子核质量很大的时候呢 你这样子很复杂一个系统 基本上你可以处理比较简单 也就是 我用一个直心 以及用缩减质量来表示就可以了 好 所以就是说 我用这样子的概念来表示它 有一个直心跟一个缩减质量的概念 OK 那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个小r 好 这个小r的距离 OK 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那么这个这样子之下呢 你的shading跟equation的话 你就必须把你这个p momentum是不是带它的operator进去 也就是 负的h bar平方 你现在是不是有两个 一个就是一个直心 以及一个缩减质量 的shading跟equation 可以吗 好 然后这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本来我们在以前的题目是不是只有一维 所以我这边都是写一个 D除以DS的两次维分 对不对 现在是三维 所以呢 你这个符号呢 是不是就变成相当于是 你在电磁学所学的 这一个 你现在是三维嘛 对不对 是本来的S跟Y的跟Z的两次维分 OK 好 现在现在是把题目为什么要变成质量跟缩减质量呢 因为现在的直心 是不是禁止的 对不对 禁止的话呢 通常我们这个题目 我们 如果是氢原子的话 我们都比较不care原子核的部分 我们都喜欢去探讨电子的部分是什么样的状况 OK 所以为什么要把它变成缩减质量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可以把一个本来是很重要的一个质量 你可以用一个指点的概念 然后这个指点又禁止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简化题目 因为这里本来我们不是那么 我们并没有那么重点 想要放在这边 可是它本来在你的血定格equation 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factor 因为质量很大 对不对 你利用了这个缩减质量的概念 你可以把它呢 变成一个直心的概念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直心的运动 你就基本上现在没那么重视它 你care的是这个电子 或是这个缩减质量之后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子 所以呢 用了这个方法处理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简化 因为质量 直心呢 基本上是不会动的 所以这部分我们不care它 我们就care这个后面的这个 缩减质量的一个 血定格equation 所以在氢原子的一个题目呢 基本上呢 你就是在处理一个 缩减质量的一个equation而已 ok 好 那么呢 这个现在的 现在的微方讯 就刚刚刚 跟在上课之前 我跟你讲的 现在已经是一个球坐标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现在这个微方讯呢 为了等一下跟这个 phi的这个角度 有混淆 所以我把这个微方讯 下面又加个下标 这个微方讯呢 现在变成是 rc打phi这三个角度 就是相当于是在三维的时候 我们之前 就是跟 刚才跟你讲过 就是说如果你是三维的话 就相当于是 s跟y 跟z的微方讯相乘 对不对 那你现在是rc打phi的 factor 或是它的微方讯 相乘的关系是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要变 这个微方讯一下 是球坐标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有一个 二次微分 本来你也是用 sy z 的二次微分来表示 现在这全部都要换成什么 球坐标 的两次微分表示 电磁学有没有 这里是一次的啊 是不是 对 ok 所以你现在的shading equation 的话呢 就是 除了这个微方讯要用球坐标 来表示的话 你的微分的形式也要用球坐标的方式来表示 是 那么这两个解决完之后 数学 你解决完之后 你可以去试着推推看 但是呢 现在呢 你可以看课本一下 看看它推的方法 但是我今天的课程呢 先把它重点的结果先告诉你 现在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你要知道我们的目的在干嘛 我们的目的就是在 解shading equation 对不对 所以你最后你要什么东西 你就是要有微方讯 对不对 或是你的爱根方讯 然后还要什么 energy 对不对 等一下我再写energy 先看微方讯的部分 先看爱根方讯的部分 爱根方讯你解出来的话 就是由R C打Phi 这三个 四字 四字 所组成的 先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ok 好 你要我这边有颜色 对不对 而且这边颜色很密 所以在我这边重要 先看你的 我刚才中间就是在告诉你说 怎么推你的 怎么解决你的那个爱根方讯 那么爱根方讯的话 就是R C打Phi 三个 三个方讯所组成的 到什么问题 那有一个重点 不要拍 他们到底坐这边 随时都可以走过 没问题啊 等一下我不会擦 你等一下我去擦那边 先把你再过来这边记 好 然后注意的话 你在推的过程当中呢 你在推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东西要注意的 这到了你们的量子力学会用到 不过我在这边先帮你写下来 注意看哦 你这个R的话 是跟 应该这样讲 你解出来的话呢 就是会有三个 主要的量子数 所决定的 我们叫做NLM 那个量子数 这个NLM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点像 刚才我们是不是 我们用那个无限位能景 那个题目好了 我们刚才那个无限位能景 它后来的能量 是不是有N平方 P平方 H平方 有没有 2MA平方 有没有 OK 有一点 诶我这样讲 对不对 有点类似这种N 这种量子数 OK 所以是跟它有关系 那么你到了三维的球座标的时候 你解出来的答案 会跟三种 因为你有三个方向嘛 Rc答Phi嘛 所以你主要会跟三种量子数有关系 我们分为叫做NLM 那这NLM是在物理上面 是很重要的 那么你解出来的话 有叫做NLM 那么最重要的话 N呢 我们就叫做什么 主量子数 我后面都因为没位置 我就是叫做 Principal的Quantum Number OK 那么L的话呢 我们叫做一个 角动量的量子数 那么M的话呢 我们叫做 磁量子数 OK Magnetic的Quantum Number 可以吗 好 那要注意的是 主量子数 它呢 是从1开始 OK 123 这样子一个整数倍 这里很重要啊 这B考的 然后再来 角量子数 是从0开始 那么最大 它有一个限制的 它是 最大是到 N-1 等一下我们会做练习 再来 磁量子数呢 是跟 从0开始 当一个对称 0的话 123 4加加加加加到 最大是L 然后呢 0的-1 -2 -2 到-L 所以它就是 以0为一个 对称轴 这样子的一个轴 负L 负L加1 负L加2 当然到0 加加加到0 然后呢 123 4加加加到L 这样可以吗 等一下我们做练习 好 这个 是 IgonFunction的解答 那 我现在这边的黑板 是要写 IgonValue 以及我们练习几个题目 好 你刚才没有 操到的 你可以去那边 记 没关系 那边 会比较小 但是又很重要 看一下 刚才呢 就是在 解 IgonFunction 对不对 IgonFunction 就是这个 等一下我们会做练习 我们先把它写下来 这是IgonFunction 对不对 那么IgonValue的话 你不要忘记了 这基本上呢 氢原子是很重要的 一个题目 但是有些题目 同学算到最后 都忘记最重要的 就是 氢原子的能量 是不是你本来就知道的 不管它的IgonFunction 你多么的不熟悉 但是它的能量 你应该是很熟悉的吧 对不对 是不是 -13.6 除以N平方 对不对 这是之前的 那你要注意的是 你的单位是什么 EV要小心 好 好 那你注意看哦 这里就引发出 一个新的概念了 你看 这个IgonValue 就是你的这个 能量的话 是不是只有跟 这个主量指数 有关系 小N 是不是 可是你看 刚才我是不是跟你讲过了 你的IgonFunction 是不是跟三种量指数 有关系 除了N之外 还有跟L 还有跟N 有关系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你的能量 是不是只有跟N 有关系 所以又会有一个新的物理名词出来了 叫做减并态 OK 叫减并态 Degenacy OK OK 有负数 有名 或是单数都可以 OK Degenacy 减并态 什么叫减并态 就是纵使你的这个 微方讯 不同L 不同M 但是 你有相同的N 有相同的N的时候 是不是就能量就会相等 对不对 然后这个能量就会相等 但是纵使能量相等的话 他们L不一样 M也不一样 是不是就是微方讯 也不一样 所以意思 什么叫做减并态 必考的 就是 L跟M 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但是你的能量相同 这叫减并态 等一下我们来做几个练习 好 你先到这里 好不好 我们下堂课来做练习 可以吗 懂了这些之后 就越来越好玩了 好 来看一下 所以呢 总结 第一堂课 跟第二堂课 好 帮你讲的这个 氢原子的一个重点 好 基本上可以在这个 Summary 当中 帮你做个总整 好 第一个部分 我先跟你讲的是 我先跟你讲的是 Igon function的部分 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跟你讲 Igon value的部分 然后第三个帮你做总结的话 是对于这个 Ground state 最稳定态的 的状态 OK 那么如果你对这三个问题 哪一个东西有问题的话 你就回去看那一个部分的 上课的笔记 第一个 对于这个 氢原子而言 总结而言 我就是告诉你 这个 V function的话 这个Igon function 会跟三个量子数 有关系 分别叫做NLM 对不对 主量子数 角动量量子数 以及磁量子数 对不对 以及呢 我们现在呢 都是用三维的 用Rc.phi 这种 球坐标系 来表示的话 那么呢 总结而言 就是 这个Igon function呢 会跟三种 坐标 有关系 就是Rc.phi 的关系 对不对 那么我这里 要帮你做个总结 就是 等到你明年长大 对不对 你念了量力了 那么他会告诉你说 你后面这个C.phi呢 你可以总结 是一个function 那么叫做一个 我们用一个YLM 然后这是跟C.phi 有关系的一个Igon function 所以你可以总结 不用写那么麻烦 不用写到这么麻烦 基本上就是有两个 function 所决定的 那你要注意哦 这个下面这个坐标 是什么意思 注意看 这个R是跟NL有关系 对不对 那么Y的话呢 跟LM有关系 这是到了量子物理之后 很重要一个function 其中 你说这些东西 是什么符号 不了解 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这个都可以查表 这个是一个函数 所以可以查表 当我下面如果是N等于1 L等于0 要注意下面这个写10什么意思 下面写这个的话就是N等于1 L等于0的意思 如果是R10的话呢 就是one state 对不对 最低能态的话的R 那么基本上你可以查到 它的function是这样子的形态 那么如果N等于2呢 N等于2的话 是不是L有可能是0 也有可能是1 对不对 有这两种 对不对 那这两种的话 你查表 就分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OK 那Y呢 Y的话呢 如果是0的话呢 如果Y是等于0的话 L就是 M的话就是只有0这种选择 对不对 那么它相对应的值的话 就是2 开根号π1 那么如果L等于1 那么你的M 就是有可能有两种 一个就是0 或者是正负1 对不对 如果L等于1的话 M等于0的话 那么就等于这一组 如果呢 是L等于1的话 M等于正负1的话 就是属于这一组 OK 那么 如果是I跟Value 就是你的能量值的话呢 刚才总结的话 等于-13.6 除以N平方 好 我告诉您说 这么多的函数 有什么重点 意思就是告诉你 我如果考试的时候 期末考的时候 在下面写了这么多的函数 我要你写出 Ground state 或是写出 任何一种state的话 你应该就可以去组合了 我举个例子 我如果今天是考Ground state 什么叫Ground state 就是能量最低 能量最低的话 你看这个能量 是不是跟N有关系 所以要负最大 就叫做最低 对不对 所以Ground state的话 N一定要等于 1 是不是 所以Ground state的N 一定是等于1 这是最低能量 因为 1的话 是不是负最大 负最大就是最低嘛 是不是 好 如果N等于1的话 那么你的L 也只有一种选择 对不对 就是只有0 那当你L等于0的话 你的M也只有一种选择 也就是等于0 对不对 所以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Ground state有没有减并态 没有 因为这只有它一个人 一个function 一个state 是属于这个能量的 OK 好 那再来 我如果考试要你写下 Ground state的Igon function Ground state的话 NLM就是等于100 对不对 你的坐标是不是就写100 对不对 那 我给你这些表格了 你会不会去写 你就去找什么 100 N等于1 L等于0 M等于0 所以你这个 我跟你讲说 你的Igon function 就是由R跟Y 这种两种function 所组成的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 可以先写下 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N等于1 L等于0 然后这是L M00 你先写这样子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我既然已经给你 那么多的表了 我已经给你表 这么多的值了 你是不是可以去找 10就是谁 就是这个 对不对 OK 然后Y00呢 是不是就是这个 那你就应该把这两个 乘上去 那么这就是我要你写的答案 这会不会 考上这题目可以写吧 然后再来 如果说呢 我要你写出 Granstay的Energy 那你只要打带E进去 就可以了嘛 这样会不会 可不可以 可以哈 所以这样子应该不难吧 可以哈 好 有一点时间 我们再算一种类型题目 然后最后呢 就在左边的 再多一个练习的 就是说 他们可以 也可以考这样子 一个类型的题目 哈 好 你们先听我说哈 接下来你会写了 这些东西之后 还有一种东西 可以继续探讨的 就是在 几率密度的问题 这种东西会 影响到什么呢 就是说 你大概 你如果能够算 几率密度的话 你就大概可以知道 对于一个原子而言 它的电子云的密度 大概是集中在哪边 会比较 会比较多 哈 它分布是怎么样子的状况 OK 然后呢 比如说 你们以前都念的是什么 哎 在化学 是不是S等于0的话 就是一个圆 对不对 如果 SPD嘛 对不对 就是S鬼域的话 它的 呃 原子模型是这样子 然后呢 P的话就怎么样 亚铃 对不对 OK 好 为什么会这样子 基本上你都可以从这里开始去推倒 好 S是什么 S就是我们讲的 L 哈 这些鬼域 鬼道 因为刚才讲到 角动量嘛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 这个都是属于 PD 哈 P的话就等于1 D鬼域的话就等于2 SPD F这样子的 下去的 哈 所以这个 轨道的话 都是属于 角动量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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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动量的量子数 哈 所以都是对应 L 所以你只要会算这个东西的话 你以后就可以推倒 为什么S鬼域 它的话是球的 那么P鬼域为什么是哑铃的 哈 基本上它的形状 以及它分布最大的密度 是怎么样子的状况 哈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问题 哈 就是说 基本上人家就是要问你 在这个镜像 镜像的这一种 几率密度是怎么样子的 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是一个原子 对不对 原子如果像一个球坐标的话 那么它在 弹镜是R 以及R加 的R 我画的这个 虚线的这个球壳 我找到它的密度是多少 OK 哈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 几率 P 哈 我们要找的P 那么这个几率呢 我就是集中在这个R 跟R加底R的这个小小的球壳当中的几率是多少 OK 那么我们总结呢 是可以等4πR平方 R 它的Dagger 跟它的R 所形成的 好 这个怎么来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就可以 你就知道它怎么怎么出来的 哈 好 我如果考一个题目就是 从这边表格 让你去组合 你应该就没有问题哈 会组合出 Grant State的Igon Function 这没问题了 对不对 刚才就讲过了 是不是 你Igon Function出来之后 你今天要找几率的话 意思就是要找一个 假设是找一个平均值好了 就是说我电子云分布了这样子情况之下 那么呢 我再 我再 我再找到它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几率是多少 平均值哈 期望值哈 就是我找到电子云的期望值哈 电子的那个期望值是多少 期望值的话 是不是根据以前哈 第二次 西总卡说的时候告诉你说 你就是Igon Function的 Dagger 中间就是你的期望值 要求什么 放进去 对不对 好 那今天的Igon Function呢 对于Grant State而言呢 你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你把它相成 哈 你就会得到 前面这些都是细数嘛 对不对 你Dagger跟这个没有Dagger的话 你的细数都一样 所以到最后把这细数就会平方 哈 那后面的话呢 除了这个本身的R之外 你还有这里要平方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整个几率 击起来嘛 哈 你对什么几率击 你要对那个球壳的 体积 小小的体积 球起来 对不对 它小小的体积就怎么球 是R平方sin C打DR DC打D5 有没有 这是电池学 是不是就这样积 你就是要把那个球壳 积起来嘛 是不是 球壳积起来的时候 你看 你把R 放在一起 跟R有关系的 放在一起 跟C打有关系的 放在一起 跟Phi有关系的 放在一起 OK 那么你积起来的话 就会等于 2分之3 A0 好 那你刚才会说 这个怎么出来的 这里我知道啊 对不对 我要求几率的话 一定是跟我的 我的 IgonFunction 相乘 这我知道嘛 这个4P 怎么来的 这个4P 就是这里来的 有没有 DC打D5的积分 就等于4P嘛 好 所以你后面的 那个密度 会等于4P 好 OK 好 没关系 那边 那边以后 我们下次可以再讲一次 你先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问题 你要求期望值的时候 现在是三维的 对不对 而且是R C打Phi的 这个 坐标系的时候的 期望值 你会不会算 好 那么算出来之后呢 第二个问题 我如果问你 电子云分布最多 几率最大的地方 是什么 你是不是就是要把 这个几率密度 写下来 几率密度只要为分 是等于0的时候 就是最大值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 求出来的话 是等于A0 好 意思就是说 你大致上 是可以这样子 画的 就是电子云的分布密度 那么电子云分布密度的话 最大 最大值的时候 是在它的 A0 它的A0的部分 但是 因为电子云 是不是 这里是原子核的话 电子云是不是 可以拖得很 很大的尾巴 对不对 所以它的期望值 一定会比你 最大值还要来得大 大概就在1.5 我们刚才算出来是1.5A0 你先回去看一下 因为下礼拜 我们考完试之后 我们可以再 再稍微再讲一下 好了 再多做几个练习题 你就大概会比较感觉一点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员 唐